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道香烤鲁鱼排佐毛豆浓汤 非常的漂亮 对吧 而且好吃 所以我决定要教给大家 怎么做毛豆浓汤 以及现在的牛番茄跟鱼衣甘蓝都很盛产 如何用橄榄油去油制它 让它的风味更佳 我都会在里面带到 首先看到毛豆浓汤 我煮了鹰嘴豆 那你煮鹰嘴豆的鹰嘴豆水呢 记得千万一定要留下来 因为它有满满的蛋白质 另外我还用了青花椰 因为这样会让你的毛豆浓汤更漂亮 而且巧妙的把青花椰藏在毛豆浓汤里 这一道毛豆浓汤呢 是专为vegan蔬食者食用设计的 完全没有再加其他东西 再来这一道凉拌毛豆 我用了麻油 生抽 还有一点香料 下去炒 这也非常好吃哦 都随大家可以饮用 接下来看到这个是橄榄油制牛番茄 我先把牛番茄切片 然后倒橄榄油 接着我加入海盐 还有干燥的意大利香料 以及磨一些黑胡椒 这边我用的是我们古胜糯米醋 如果你用的不是糯米醋啊 是比如说苹果醋之类会有甜味的 你的盐跟糖就可以自己去斟酌 可能不要加糖 那这边用的是糯米醋 所以它缺少一点甜味 所以我有加净冰糖 然后稍微拌一下 不要让它碎掉哦 然后因为现在当季的葱啊 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的够 所以我最近的料理都会把葱放进来 我觉得也很搭 因为像这样子拌在一起 然后让它腌制一个晚上 它的味道会融合的非常的好 所以不要担心葱会呛 其实不会 然后这边介绍的是鱼衣甘蓝 我把它洗完之后呢 撕小片 我也同样的淋上了橄榄油 可以去软化你的鱼衣甘蓝 同时我把它跟牛番茄拌在一起 它就是一道沙拉菜 这个鲁鱼排呢 我是用烤箱烤 这样子就完全没有油烟 我通常的料理大部分是这样子 是比较少开火的 把它组合起来 就是一道非常漂亮的 香烤鱼鱼排佐毛豆浓汤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